那个我们那个跟那个发热这个混结 我们已经讲了那个发热激活物 有哪些 以及发热激活物那个侵入我们体内以外 以后它会引起我们体内产一批细胞的激活 比如说产一批细胞包括免疫细胞 肿瘤细胞和其他的所有细胞都有可能 那么产生四种一批分子 四种一批分子 interleukin-1,interleukin-6,TNFR,interleukin-1 这四种 它通过那个几种途径 刚才已经说的OVLT 刺激外周弥走神经或直接渗透血脑屏障的方式 把信号或者携带的发热信号 纯递入那个中枢神经系统 最后引起发热 那么我们到了这一步 下面我们就讲 一批把信号纯导入那个中枢神经系统以后 我们的体温调定点怎么被改变的 我们下面就接着讲 那么你看这是一个发热的示意图 这个发热激活物产一批细胞激活 一批分子那个通过OVLT或者其他途径把信号 那么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 是不是这一批分子把信号传逗到中枢神经系统 POHT以后它就直接激活和调控 控制那个体温调定点的冷敏神经炎 和热敏神经炎呢 它实际上这不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 它是刺激一批并不直接作用于set point的神经炎 而是通过相应的细胞 在那个POHT予产生一些介质 再由这些介质来控制那个冷敏神经炎 和热敏神经炎的兴奋 那么这种东西我们就把它称为中枢发热介质 这里头又多出一个中枢发热介质的这个概念 那么中枢发热介质主要是那个POHT的一些 那个胶质细胞 神经胶质细胞 或者是那个神经纤维细胞产生的 这个就是大家只要知道 一批分子是通过作用于POHT的产生 中枢发热介质 再由中枢发热介质来调控 冷敏神经炎和热敏神经炎的兴奋来达到的 那么目前来说公认的就是那个 公认的就是那个中枢发热介质 有这么几种 一种是潜力腺素E2 一个是畜生酸腺皮的激素 释放激素CR 还有魂灵酸腺杆 还有一个中枢那一概的笔子 这里头就说那个有一点 就是要给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说前面几种都是单一的分子 这个大家都理解 很好理解 那么有一点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到底是钙离子重要呢 还是那一概的笔子来重要呢 对不对啊 这点很重要 因为给大家举个例子 每年考试的时候学生总来问 老师这个实验题怎么出啊 实验题怎么考 假设我就让你简单地设计一个实验来验证一下 到底是那一概的笔子重要呢 还是钙离子的浓度重要呢 怎么设计实验啊 谁能简单地设计几个实验来验证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能不能这样 假设说我往这个POH这个区域注射同等浓度的那一概的 就说那个跟那个下 比如说假定下去呢 就是POH这个区域里头 它的那一概的笔子是一比一 假定说 假定我往这些区域注射同等比例的那一概离子的混合物 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观察到体温增加吗 会吗 会不会啊 到底啊 大声点啊 对应该理论上来说应该不会 这是一个实验 第二个实验 我单独往这个这里头注射高浓度的钠离子 会不会引起发热 有可能会 对不对啊 还有一种情况 我单独 我同时 如果我同时往这个部位注射高浓度的钠离子 同时再注射一些钠离子的 钙离子的结坑 就比如说EDTA EDTA对不对啊 就是我在增加钠离子浓度的同时 又降低钠离子 造成它那一概的笔子局地的增加 对不对啊 这种情况下 你就应该能观察到一个 一个是不发热 一个体温有升高 另一个体温 比前一个升得更高 对不对啊 你还可以设计一个其他实验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实验 你就能够验证 到底是那一概的笔子重要呢 还是单纯的钠离子浓度的重要 所以说这个 希望大家那个 大家了解这一点 实际上是那一概的笔子增加 可以作为那个中枢发热阶子 而不是单纯的钠离子 不能作为中枢发热阶子 好吧 这一点 那么这里头既然讲了 PgE2 是那个EP分子 把信号存导到PHE以后 刺激那个中枢系统产生的 中枢发热阶子 PgE2可以直接刺激发热 那么我们现在就想想 现在有些药物 确实是针对那个PgE2 这个把点的 就是说PgE 比如说这个 我们常用的 以前常用的 就是那个Rsp0 Rsp0是抑制什么 什么部位的啊 你看这是一个 那个PgE2的代谢 那个花生次希酸 产生PgE2 盘的这个 那么这里头一个关键酶 就是转化的到PgE2 这个就是那个 还养酶酶一和二 对不对啊 那么Rsp0 正是抑制 还养酶酶一和二 它能够退热 而且Rsp0 确实是一种 非常有效的 那个退热剂 但问题在于 你可以看出 给大家讲这个图的意思 想说明一点 就是说你可以看出 这个Pg 那个我们实际上 我们要退热 服用Rsp0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 抑制PgE2的产生 对不对啊 我们而且你看 如果说你把 Q1Q2抑制了 所有这些东西 都被抑制住了 对不对啊 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产生 非常严重的后果 会 这很正常 还有一点 实际上我们 这服用这类药物 我们只希望抑制中枢 就是那个PgE2的 PgE2产生 对不对啊 而外周组织的PgE2 我们不希望抑制它 因为外周组织的PgE2 对于维持我们 很多细胞的正常功能 就是那个血压调控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说Rsp0 这种退热药物 虽然能够有效地退热 但是也有非常明显的 副作用 所以说现在 逐渐逐渐地 被很多药物给替代掉了 对不对啊 所以说将来 如果要以这个Rsp0 就是那个 以PgE2这个为把点 治疗 设计一个更好 副作用更小的 那个心情退热药物 应该作用在哪个部位 对了 应该作用在这 就是那个专门 就是那个专门抑制 PgE2向PgE2 转化这个 副作用就能小很多 对不对 其他的都不受影响 如果更进一步 你能设计一种药物 它只抑制 中枢神经系统的 PgE2产生 那你就可以想 这个药物退热 基本上就没有副作用了 对不对啊 所以说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有的时候 为什么就是那个中药 这种东西 就是说当然 临床上它很好 它有很多 为什么现在中药 这种东西 就是有的时候就说 尤其是你发科研论文的时候 在国际上 受到的一个 就是那个很多质疑 搞中药的人 都有这困境 发表不了好文章 虽然东西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做糖尿病的 就是说你 你做了一个糖尿病的 动物模型 你给老鼠灌了一剂 就是那个中草药 很神奇 说灌了两天以后 糖尿病全好了 假定说全好了 你把文章投出去 人家问你好 这个倒是exciting 你得告诉我 第一 它是怎么作用的 对不对 它是怎么改善糖尿病的 作用于什么部位 第二 什么 这中草药里 有几千几千几万个成分 到底哪个成分 起重要作用 所以说这就是 然后呢 他就说 你既然不知道 哪个重要成分 你也不知道 这里头可能会有什么负责 比如说R-spin这个东西 你根据它的作用 它成分单一 机制也很清楚 它能够退热不错 但是它能导致的负作用 你也可能根据这些的功能 能够推论出来 对不对 但是你过一个中草药 治疗了藤条病 就是说过两年没准 有干摔的呢 新摔的呢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 单纯从发文中的角度来 上来说 有的时候搞中药 这个确实会受到 很多的限制 就是因为它成分太复杂 机制不清楚 它跟R-spin这些 刚好完全相反 对不对 什么东西 只要能预期得到 你就能够有效地 预防改定它 那么 一P分子 作用于PoH区域 刺激产生 四种中枢发热介质 这四种中枢发热介质 进而在调控 setpoint神经炎的兴奋程度 那么调定点 上移的本质是 热敏神经炎被抑制 热敏神经炎 冷敏神经炎 我刚才已经说了 热敏神经炎兴奋 它是散热的 对不对 冷敏神经炎兴奋 它是产热的 所以说要是setpoint 由37度 挪到39度 它需要冷敏神经炎兴奋 产热增加 同时热敏神经炎 被移植 因为散热需要减少 那么调定点上移以后 体温调节 中枢 依然在正常工作 这个例子就有点像 那个后面的台空调 setpoint就相当于 我们的遥控器 你把体温设定在25度 开了 空调照样正常运转 你把这个setpoint 神经炎调到30度 它依然运转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那个体温调定点 有37度 调到39度以后 只是机体认为 我们现在的核心体温 是39度了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 它就围绕着39度来运转 所以说这个跟过热 是有本质的差别 是因为这个调定点 那么这里头 刚才就说了 你们有没有仔细地看过 你们家里头 以前早期的呢 我知道现在很多家 已经不用那种水盈温度计了 对不对 水盈温度计的上限是多少 谁有没有认真的看过 水盈温度计的上限是多少 有人说了 42 你是书上看到的 还是你确实看过 那水盈温度计啊 有人看过 很好 这是一个家用的 那个特体温的 那个水盈温度计 你可以看出 它的上限确实42 为什么 你看 比如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测 比如说那个 我们实验室里用的那种 测体温的 测那种温箱的温度的那种 经常达到100甚至200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体温的温度计 不设个100呢 就是因为 热线这个概念 Fibrile Ceiling 那么就是发热的时候 我们的体温一般都不会超过41比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机体存在一个 负反馈的调节机制 阻止我们体温调节点的 无限剩余 对于维持我们体温 发热的一定程度内 至关重要 所以说这种现象 就叫做那个 Fibrile Ceiling 这对于维护我们 这对于实际上是我们一种 机体演化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 否则的话 如果说体温 你在比如说一些 那个重症病毒感染 或者是你那个 受到吸引感染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烧到100度 就烧熟了 对不对 这是不会存在的 就是因为有Fibrile Ceiling 那么为什么 这个Fibrile Ceiling 存在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发热的时候 我们副调节中处会释放出 某些内原性质冷物质 阻止体温调节点的无限上 这种情况叫内生性质冷盐 这里头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内生性质冷盐 是EP Endogenous Pyrogene 一个是内生性质冷盐 Endogenous Cryogen 这两个是很重要 一个是EP 一个是EC 别弄混了 这就是那个热线的 存在的热线主要是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目前来说 内生性质冷源 它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经氧酸加速 AVP AVP也叫抗力量激素 对不对 另一个就是那个 α黑细胞 那么这里头要给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说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比如说这个兔子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你正常的兔子 你即便是往它那个 你即便是往它那个 下丘脑 那个POH区域 打致死剂量的 那个PGE2 它的体温 也不会超过42度 也很难超过41度甚至 这就因为有热线的存在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你在做实验的时候 你会发现 打PGE2的时候 它的那个 随着你PGE2浓度的增加 它那个下丘脑 POH区产生的 那个PGE2 那个AVP和RMSH水平是越来越高 对不对 你剂量越高 它产生的就越多 也就是说 绝坑你这个效果 所以说防止体温 调定点背 无限的剩益 那么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突破这个热线呢 有没有什么办法 对了 我都给你们写在这了 对不对 后来就有人 当然做这个实验 不是为了这个验证发热 因为AVP都控制尿激素 它有很重要的功能 对于我们水纳重启收 对不对 当时有人利用这个 AVP敲出鼠做了这个实验 他就会首先发现 AVP敲出小鼠 它的那个体温 要比正常老鼠的高还是低啊 因为它是制冷源的嘛 防止体温升高的 所以说AVP敲出小鼠以后 它的体温 确实比正常老鼠要高一点 那么 有人就做过这个实验 我在野生型小鼠 和那个AVP敲出小鼠 那个下丘 那个PoH7 打那个致死剂量的 或者是打高剂量的PgE2 这种情况下 野生型老鼠 也许只能上升到那个41度 但是AVP敲出小鼠 能够上升到43度 甚至44度 进一步证明 AVP就是那个产生的 以AVP为代表的 这个内清智智能源 是作为复反馈调节中枢 所以防止我们体温的 无限上移 是起至分重要的作用的 所以说这个Alpha MSH 也是一样的 目前大家公认 这个Alpha MSH 是最强的智能源 以后有可能 以Alpha MSH 就是那个这个 作为一个 那个就是那个 退热药的 素效退热药的那个八点 因为它退热效果 非常强 这个内清性智能源 那么我们再来 再来总结一下 发热机制 发热激活物 刺激那个产一批 细胞激活产一批 一批 再把信号传递到 那个下丘脑 通过OVLT 其他的途径 一方面 它主要以作用 我们体温调节 正体温调节中枢 是POH7U 然后这种情况下 我们体温就会上升 因为体温调节点上移了嘛 对不对啊 它主要以那个控制 那个冷冰层激烟和热冰层激烟的兴奋 同时 它也作用于 那个负体温调节中枢 比如说那个腐中格和中性人和 分泌 金氨酸加热素 和AlphaMSH 那么两者 共同作用的结果 使得我们调节点 上移 但是 耶数在一定范围内 这就是那个 正部反规调节中枢的 那个作用所在 那么 体温调节点上移以后 就会出现皮肤那个血管收缩 散热就下降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人体而言 我们散热的最主要途径 就是那个出汗 对不对 毛孔 那么同时 我们寒颤 寒颤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体内产热的主要方式 是骨骼肌的收缩 寒颤 产热增加 最后使我们体温增加 这就是那个 我们那个整个发热这个通路 到现在为止 我们基本上就是 全部那个 那个 从那个发热激活物 到体温调节点上移 最后到体温增加 这个就是发热的一个 完整通路 希望大家那种 那么这就是有点 类似于 这个为什么热线存在 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人 你在这个圈子里 你想往这 你能爬到这顶吗 你越爬 你往下 你往下翻转的力气就越来越大 就有点类似于 这个 金安分加速和那个 阿发MS 是那个 作为那个内生性制冷的那种 解控效果 大家好好想想这个 那么 下面我们就花 花几分钟时间来探讨一下 这个马克为什么要自杀 谁自告奋勇 来给我讲讲 马克为什么要自杀 我点两个名 这位女同学 你说说为什么马克要自杀 他发烧的白色 就是要拿水来 谁 你有什么证据说明他发烧了 你看过 好 你看过 这位男同学 你说马克为什么会跳到游泳池里去 确实是这样的吗 那确实不想活了呀 还有脑瘤 不 脑瘤的脑瘤为什么 脑瘤我觉得很痛苦 我觉得是家人的累赘 我也想自杀 你也看过 你都看过 这位男同学 你给个心补充吧 我觉得可能是他那个翻来 然后导致他这个中枢神经系统 有一个感应 说中枢有没有一个 说有一些 中枢神经能发来的阶级 所以他能够有一个 就是一个阶级 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 提到这一点了 这不错 这倒是个心结 来 这位同学 你再提供一点 那你听了半天 你觉得 如果是你考试的时候 就让我让你来解释 你要给我一种解释 我也不知道答案 你解释得合理 就对 大声一点 产生内生性质的原案 那没问题啊 我们已经讲了 肿瘤细胞肯定 作为一种产业物 医菲细胞会产生内生性质 但是怎么样 这位女同学 你大声点 你刚才这个答案是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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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新奇 这就是我们要的 他说了 这位同学说 你这个产一批 不要笑 如果我要出题 我就喜欢出这种 连我都不知道答案的 谁答的都有理 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 所以说 为什么有的时候讨论 这位同学提到了 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 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位同学说了 听好了 你这个一批分子 在刺激这个 产生那个 能命神经和热命神经 兴奋的时候 它同时也刺激 这个我们的 副调节中枢 产生AVP和那个 对不对 AVP产生的后果 会增加 会造成口渴 这种什么什么的 从水源代谢的角度 这是完全正确 所以说 这位同学提出 有新的假设 实际上 他是口渴 想跳出去 喝几口水 非常好 这个答案 没有这种问题 没有任何答案 包括电视机最终 也没给出问题的答案 要的就是这种 Open Open question 没有任何答案 你只要解释的 都是答案 好了 我们就 我们就 接着把它 实际上是这样的 当时包括 他的家庭医生 那个 豪斯医生 他也认为说 这个马克 是不想活了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 得了疾病 就是你可以看出 前两年 那个浙大的一个教授 四十多岁 从十几楼 啪跳下来 就因为得了癌症 觉得不想脱离家 然后不想活 这是人之成 当时他就 但是他 豪斯医生 他后来 当然我 我不会按照 电视机的结局 来跟你讲 我只是会按照 我的理解 来用这个病 来给你们 告诉什么 对不对 然后那个 当时所有人 包括豪斯医生 都认为 那个马克 是因为得肿 又不想活了 想自杀 这个没问题 他的家庭医生 也是这么整顿的 但是有一天 你不要用你的电视机 来可能 我是照我的理解 来跟你讲 我是按照我的 那么有一天 豪斯医生 他跑步的时候 他跑步的时候 跑得浑身霸汗 他就去冲凉 在冲凉那一瞬间 他突然想到 马克有没有可能 他并不是想自杀 而是他觉得 自己太燥热 想到跳到游泳池里 去游泳去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后来他就 以这个为核心 然后进行深入的研究 最后终于发现 这个马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你们每个人 都讲了一点 但是都讲的关系 他说 总体员员马克 是这样的 马克会用脑肿瘤多年 他应该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因为 马克他得了脑肿瘤 他的那个脑肿瘤 导致那个 他在PoHT产生了 过多的那个 那个EP分子 对不对 导致他的体温调定点升高 那么 但是同时脑肿瘤 也破坏了 他的那个中性 瘤和腐动的 就是那个副调节中枢 就会导致他的体温 实际平衡 明白吗 就是说他的正调节中枢 一直在激活 副调节中枢功能又被抑制 就会导致他的体温 升得很高 在发作的时候 所以说他就觉得躁恶无语 所以说他需要 外延性的降温 所以说他就往游泳池里冲 后来 豪斯医生验证了 这个一系列检查以后 就通过给他那个 下丘脑里注射 一些什么ABP 类的药物什么什么的 最终 非常明显地混解了 他的震动 并且最终他还能站起来 我知道最终结果 他能不能站起来 但我就告诉你 例子就是这个 希望大家 这个案例本身 除了加强我们这几科学习的 内容和明显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一点 对于这种问题 没有任何答案 只要你想得到的 比如说这个同学讲到 我就从来没讲到过 想跳下去喝水 这个idea非常地起来 什么叫交流 这就是交流的问题 别人都知道 你千篇一例地说出来 就没意义 所以说我会下棋 从这个角度 好好地考虑 所以说希望大家 以后对于一些问题的分析 如果是考试的时候 如果我只出一道题 我就是出一道题 没有答案的题 你说对说错 都无所谓 你只要能够把你的解释 找出一级来 就是对的 找出一级来就是错 所以说这个同学说的 具有一级 非常好 好了 我们就是讲Fever这个 就是我们从发热激活物 那个EP分子 EP分子怎么把信号 传递到PH7E 以及同时在激活PH7E 冷敏神经炎和热敏神经炎的同时 同时激活那个负调节中枢 产生AVP和αMSH 使得体温调定点能够上移 但不能够无限上移 最后使我们机体发热 那么下面我们就想想 发热以后我们机体会有哪些反应呢 你看发热以后 我们把发热的实相分为三期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叫体温上升期 那么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就是产热增加 散热减少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 所以说体温增加期 我们往往需要 那个肌肉收缩产热 对不对 所以说为什么如果说 你得了感冒 或者是感染了病毒性感冒 在有一个阶段 你会发觉特别怕冷 对不对 老哆嗦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 其实你还处在 发热的体温上升期 这种情况下你要注意 就是说可能 实际上有的时候稍微提示一下 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一哆嗦 有的时候可能提示 你有感冒的症状 要加强注意 那么这就说 这里头 我不知道你们对于体内产热 到底怎么 你们知道体内产热 细胞能量代谢 怎么产热的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主要是那个 结合连蛋白 任何产热 它都是通过氧化能量分子 来产生的 葡萄糖 氨基酸 油里脂肪酸 这几种 主要的能量分子 那么 线里体呼吸链 它是这样的 你这个相当于 就是说你这个 如果是通过 产生的这个 轻质的梯度 如果通过ATP核成酶 回流 那就产生ATP 如果通过解藕莲蛋白 那就是产热 这里的话 注意一点 就是跟有点那个 有点像那个 三峡大坝一样的 如果说你要发电 那就让水流 直接冲击那个 发动机的那个叶片 推动那个发动机 就是ATP核成 你也可以直接 泄洪 让它 让它 这就是产热 把动能转化 把氏能转化成热量 这个好 就是那个 UCP2 大家有时间可以 客户找我探讨 这个 第二个就高热持续期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体温 产热和散热 处在一个较高水平 那么就说 这就是进入了 那个第二期 就是我们都会感觉到 比较热 老粗汗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 反反复复的 这个就是高热持续期 那么 到了那个体温下降期的时候 就是那个 散热增加 产热减少 这种情况 体温就回降 这里头你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对于一般的病毒性感冒 引起的发热 实际上都要持续 那么一周左右的时间 对不对 实际上无论你吃不吃药 都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因为这个体内病毒 侵入体内 到免疫系统的激活 最后把病毒 因为这个发热 比如说病毒 以病毒性感冒 引起的发热 在病毒没有文前的 被清除以前 你这发热不会好 对不对 反反复复的 只有免疫系统 把病毒全部清除了 你才会 所以说这个大概需要 一周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有人就说 这个得了感冒 你吃不吃药 都得要一周 你们去想想 对不对 好不好 那么这是一个 那个发热的实相 你看就是那个 你可以看出 对于正常的情况下 它产热和散热 是那个平衡的 这是那个体温调定点 上雨以后 然后这个 那个这是那个 它产热增加 散热减少 到了平衡区 量着又是平衡 但是都是幅度很大 到了下降区的时候 它那个皮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而言 我就想想 就是说那个 发热过程中 到底能不能洗澡 能不能 比如说 我给你 谁发热的时候 城市有没有洗过澡 洗过还是没洗过 有没有道理 能不能洗澡到底 能的 你们不要紧张 一点就是说 那个发热的时候 洗澡 洗个温水澡 会实际上有利于你 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在那个 在体温上升期的时候 你洗个热水澡 实际上 本来我正常的体温 体内要向37度 要向39度 迈进这个过程中 对不对 只能以为我洗个热水澡 我自己把体温 挪到39度去了 干嘛要降下来 体温就在上升过程 你再冲个冷水澡 不就更致命了吗 还能减少你的体内的 能量消耗呢 减轻你的器官的负担呢 就是上升期 洗个热水澡有好处 那么 那么在于体温 高热持续期和体温下降期 洗个热水澡 更有好处了 你们知道 你想在那个体温 高热持续期 它反复的那个 那个散热 缠了蹲降 出现很多 毛孔都被堵塞了 对不对 散热不利啊 你洗个热水澡 有利于你舒张毛孔 促进血型魂 都有好处 所以说 发热过程中 可以洗温水 或那个 适度温度的热水澡 但绝对不能洗热水澡 否则会加重你的感冒 所以说 可以洗的 不用担心 好吧 没事的 我不是大夫 但我可以告诉你 能洗的 那么 这就是下面给大家看几种 就是说那个 发热过程中实相 因为 刚才已经说了 很多肿瘤的患者 他到医院里头来 他并不是因为 大夫我得肿瘤了 你给我检查一下 你给我切了好不好 他都是因为发热 那么就是说 一些热 就是说 如果说 大夫告诉你说 那你能把你过去 一个月中 你的体温的变化 的情况给他看看 也许大夫就能帮助你 发现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这很重要 所以就是说热性 我们来看看 一种叫肌瘤热 我们看看 这种热性 他体温都持续在39度 就是高热 很稳定 而且24小时内 这种情况下 你就觉得很绝望 不管我吃什么 不管我吃什么药 我这个体温 在24小时 甚至72小时内 一直都在40度上下徘徊 然后你就很紧张 说他该怎么老高热不退 什么什么的 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种 一般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都是常见一些 比如说急性感染 伤寒 肺炎 这些就是说 如果说 因为我不知道 现在家里头 如果其实你现在 电子体温计 也就5秒钟 就能测一个体温 对不对 甚至那个红外扫描的 2秒钟 就可以给你测一个体温 我就知道 那个电子体温计 现在我们家自己用的 就是也就 3 5秒钟 就能测一个体温 对不对 就是说 根本就不用那么麻烦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 24小时监测 这个你就会发现 如果这对大夫 将来你们如果临床的 如果什么什么的 将来走上 那个 这些对于你成为 一代名医 那是很重要的 好好学一学 好吧 这就是第一种热心 第二种叫持张热 它跟那个机会有差别 就是在意 高温总是在39度以上 24小时波动的幅度很大 就是说 一会儿好 一会儿不好 一会儿 那个 就是说 当你觉得 我怎么38度 就说 上午的时候40度 这会儿38度 我觉得快好了 对不对 然后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那么又回到40度去了 就是它波动幅度很大 但是即便是在那个 最低温的时候 它仍然高于震层值 依然高于震层值的0.5度 也就是在发热 这我称为持张热 那么 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常见一些 败血症和化农性感染 这些 就是说那个 第三个叫间歇热 那么这就很简单了 就是那个 刚才这位同学说的 打摆子 这就只有一种情况 练习的时候 就是出于这种 就是那个高温和震层 交替出现的 这个 这个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种叫 不规则热 特点是发热无规律 持续时间不定 实际上这个持张热 跟刚才那个 不规则热 跟刚才的持张热 实际上有的时候 很难界定的 对不对 都是不规则 只不过是持张热 高热的时候 能够达到40度以上 对不对 这个不规则热 这一般的情况下 都是就是相对来说 都处在一种 那个38到39度之间的 这个低热状态 那么这种情况下 常见的一些 就是流感和肿瘤 所以说 这一再给你们强调 就是说那个 如果你们周围发现 有什么 你自己的亲朋好友 或者认识的人 就是中老年人 得这种 就是说那个 老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一两个月的时间内 反不出现这种 不规则的发热 而且你又不知道 又没受过凉 好像也没感冒 好像也没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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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种情况下 你要特别听到注意 我实际最好 建议去医院检查一下 因为早发现 几天如果是肿瘤的话 对我们就是 那个疫后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这个不规则热 就是那个 要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 知道这些不规则热 对你以后就说 如果你们是灵魂大夫 对你诊断一些混者 到得了什么病 是什么的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说希望大家 能够自己在网上 再找一些 除了之外 还有很多的热情 当然很多时候 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对应关系 比如说除非像 灭积这种高热 和正常体温交替出现 对不对 但是至少能提供一些信息 比如说不规则热 比如说像第一种 那个 肌瘤热 48小时以内 体温持续地稳定 这对你们很重要 就是说了解一下 就是说那个 就是说那个 这些 那么我们再下面 就来看看 就是那个 这是刚才这个体温 发热过程中 体温实相 我们称为发热的实相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看 就是发热的过程中 那些功能代谢的变化 是什么 从那个 我们再来看看 从中枢神经系统的角度上来说 适度的发热 会引起我们 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 这是很正常 所以说为什么 考试的时候 总是要头脑发点热 对不对 是因为 实际上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说你们 在很冷的环境下 你们考不好试 只有在稍微热一点的环境下 是有利 就是说适度的发热 体温增加 有利于你兴奋性的提高 但问题在于 时间和发热的强度 就是说你适度的发热 对于我们那个兴奋度是有 但是如果时间的 持续时间太长了 发热的 或者是发热的温度太高了 这种情况下 就会导致很多 比如说烦躁 失语 这些什么什么的 尤其是对孩子而说 这很重要 小儿会出现高温热经节 小儿出现高温热经节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在发热过程中 比如说病毒性感冒 引起的高温 孩子自身的体温调节系统 还没有完善 这种情况下 就很致命了 所以说这一点 你们要注意 如果是以后你碰到小儿 出现这种高温不退的情况下 怎么办 怎么办 物理降温我听到了 怎么物理降温 你给我说说嘛 对 可以用热毛巾 给他洗 实在不行给他洗 洗什么 洗澡 温水澡 不错的 实在还有一种情况下 如果他那个 在送医院前 如果他温度一下穿得很高 有的人就是 有的家长就是 采取这种 给他洗个二国头浴 你们知道 别别 实在家里头 有一种应急措施 比如说孩子突然发 那个高烧了 实在一下退不下去 又没有酒精的情况下 确实可以把喝的 那个酒倒在 那个澡盆里 给他擦一擦 然后那个 因为就是 他也是有酒精 酒精在挥发的时候 能够带走大量的热量 这是一种物理降温的 主要方式 这个 就是说 那个中枢神经系统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 还有一种就是 那个对于免疫系统 适度的发热 它可是免疫系统的 功能增强 这里头就说 那个 首先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 那个 发热为什么会存在 你看 就是刚才那说了 在发热过程中 无论是外界的 就是那个病毒性 和其他的非病毒性 刺激我们继续 产生内生性制热源 这个过程中 内生性制热源的 四种EP分子 它都是免疫分子 对不对 实际上它对于 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 正常与否 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比如说像干扰素 它能够 它能够抑制 病毒的增值和复值 对不对 这些分子 而且这四种免疫分子 它对于各种免疫细胞的 那个T08细胞 和那个G细胞的 增值分化 都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它那个是可以增加 那个我们免疫系统的 所以说 适当的发热 我们真的不用着急 比如说改天你知道 就是说你赶了个帽 还真的不用着急去 比如说那个吃药 打针什么什么的 就多喝点水果 就躺在床上休息 顺便还可以向老师 请个假 赖一天的课 对不对 这是有好处的 但是问题在于 我们要避免持续的发热 可能会造成免疫系统的功能稳论 就是说你时间长了 就会导致那个 新的功能稳论 那么对消化系统而言 食欲不正 负账 便秘 这些都很正常 那么就说 这种主要是 交感神经活动 增加 消化 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在我们发热 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应不应该 大吃大喝 经常有的人说 哎呀呀 我今天不舒服了 我就应该大吃一顿 这实际上会使你 加重你的不舒服感 对不对 你本来就 本来在发热过程中 就会出现食欲不正 消化不良 然后你再吃很多东西 那个在体内 然后你又消化不了 就会加重你的 那个腹部的负担 和肠胃的负担 这种情况 所以说 在发热过程中 最好的就服侍一些流质食物 比如说易消化的 对不对 喝点粥啊 吃点易消化的面食啊 这些什么什么的 这对于你维持你自身的舒服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 发热过程中 切记不能说 不舒服了 不爽了 就要多吃 就要不好 好吧 就是从消化系统的角度上来说 那么从那个 行魂系统的角度上来说呢 血纹增加 它能够直接刺激 豆腾结 导致我们心力加快 同时交感肾上线系统的兴奋 会导致我们心肌收缩 最后导致心出分量增加 这除了那个 这个体温增加 除了直接刺激豆腾结 和胶碗神经兴奋 导致我们心 还有什么原因啊 还有什么原因啊 消化 什么消化 这种情况下 会导致心脏不合增加 那么后面 我们还提到 实际上为什么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发热过程中 我们的心跳会跳得比较快 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说 为什么就是说 那个长期的发热 对我们的心肛面会造成损伤 就是因为长期以后 它心脏的负荷会增加 长时间的那个发热会引起 为什么肿瘤混责 最终诱发那个各种 器官衰竭 实际上会导致心衰 这至少是其中的机制之一 长时间的高血温刺激 它的心脏一直处在那个 高负荷的那个运行 最后有可能会导致心 这是那个 那么呼吸系统的话 它会使血温增加 孙性代谢产物增加 使那个呼吸中心 这个 这个 你要跟那个 你要跟上界科技没有想 为什么就是说 我们发烧以后 我们的呼吸频率会加快 血温会增加 孙性代谢产物会 为什么 产热增加了 我们看看下一点 你们就知道了 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于 我们体温每增加一度 我们的那个基础代谢力 是增加13% 那么这就很显而易见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37度 正常体温你一下 发到39度的高温 甚至40度的 你的基础代谢力 可能比平成高 20% 对不对 那么 你的代谢力 比平成高 20% 就相当于你 机体需要 比平时多 20%的吸氧量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 你就处在一种 相对缺氧的状态 对不对 你处在一种 相对缺氧的状态 你就得 那个心跳就得加快 代称性的 除了刚才我说的 高血温 直接 斗腾接 也快 缺氧 也是导致心跳 代称性加快的 一种机制 对不对 同时 缺氧 也会导致 那个呼吸频率 加快的一种 那个代称性机制 所以说你要从 血温本身 对斗腾接 一对那个 呼吸系统的刺激 以及 高温 导致我们基础代谢力增加 使机体处在一种 相对缺氧的状态 那么 这种情况 一些那个 比如说得流感了 鼻孔那个又堵了 本来机体就因为发热 需要获得更多的氧气 对不对 而且你这时候鼻孔 又因为那个 外呼吸道感染 有发 那个外呼吸道堵塞 有发生那个 低张性缺氧的倾向 对不对 这种情况 就会使得你机体的 所以说 尤其是你有的时候 就是发热怕吹风 把自己密闭在一个小屋里 通气更不顺畅 更难受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角度 那么你看 体温本身高一度 基础代谢力 那反过来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我想说反过来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体温每降低一度 我们基础代谢力 当然不一定降低13% 但反之已然的 这 利用低温 保护重要器官 这是在手术上 一个成用的准则 对不对 比如说 给你举个例子 做心脏手术的时候 我们都把 全身的血流系统 尤其是你比如说 做那个心脏搭桥手术 这个全身的行魂系统 都要淡时地关闭的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 就要特别注意保护大脑 大脑处在缺血腔的状态 要特别保护大脑 那怎么保护呢 就是把大脑 搁在一个低温 相对低温的环境 比如说可以在它的额头 或者大脑周围敷一些冰淡 对不对 你就说在这个低温环境下 它对氧气的需求量下降了 比如说你那个大脑 在手术过程中降低到30度 它那个对氧气的需求量 也许能降低50% 对不对 它对氧气的需求量 降低50% 也就意味着它耐受性增加了 对不对 这对于维持正常的 很重要的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就是现在就是那个 现在不是美国有那什么 冷冻人业务吗 对不对 就刚才马克他说他不想活了 他也不一定自杀 对不对 你把自己冻在液蛋里等着吧 200年后把你复苏出来 对不对 也是这个 就是你看我们基础实验中 把那种细胞什么 冻在液蛋里零下100多度 也是利用这个原理 你温度液低 细胞的代谢力就液低 所以说这个 还有一点 你要根据这些 就是说你要根据这些 那个糖代谢 脂代谢 蛋白代谢 维生素代谢的消耗 情况 如果你是临床大夫 得为病人 就是说你 你为你自己吧 不要说为病人了 就说下次你发热的时候 比如说39度 你觉得你自己 要吃些什么东西 对不对 多喝水 多喝果汁 对不对 吃一些易消化的 切记吃一些油腻的东西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对于你自身的恢复 同时保证必要的能量功性 这就是代谢的变化 那么我们最后一节 就想简单地介绍一下 那个发热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就是说一旦发热了 我们应该怎么弄 那么我们来看看发热 那么发热这个东西 实际上你知道吗 发热这种现象 只存在于极少数高种动物 灵长类动物 包括人类 星星 我们的近星 猴子 也存在发热现象 别的动物很少存在发热 那我就想 我就想问问 这个发热到底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你看从进化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最高等的动物 既然在我们身上 有这种发热现象 存在就是合理 几千万年的进化下来 偏偏为什么 别的动物身上没有 就我们身上 从那个临床上来观察 这个从机制上来说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那几种免疫分子 都是增加我们机器的免疫力的 对不对啊 临床上这个没法观察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可以做动物实验 比如说有一种 那个先天性切发免疫系统的 NOD mouse 对不对 就是先天性切发免疫系统的 你那个 你给这种动物注射 那个流感病毒 我跟你说 当然有点不人道 但是你给这种罗鼠 就是没有免疫系统的 注射免疫病毒 然后你一组把它放在 24度的那个保温箱里 一组放在38度的保温箱里 你就观察 搁在24度里的保温箱里的 死的比37度那个死的多了多 这就说明 高温有的时候 对于维持我们机体的那个 那么问题在于 它也有些弊 比如说那个 它能够增加组织的消耗 这很正常 刚才已经说了 体温每增加一度 我们基础代谢力增加13% 同时 它那个一些各种组织 要代称性的增加功能 会增加这些组织器官的负担 可能时间创来 还会引起不可逆的损伤 对不对 那么还有那个 还有就是那个 尤其是应付的情况下 在发热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导致 太阳 力气 所以说这一点非常准 还有就是那个 婴儿的时候 会出现高温热经节 那么发热对机体的利弊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 为什么会存在发热 你看 实际上我们以 你看 这个图 这是细菌 这是病毒 这是那个寄生虫 这些感染 都引起发热 那么问题在于 为什么要引起发热 实际上你可以看出 首先从发热的观念混接 一批分子的身高 而言 这四种一批分子 实际上升高 它并不是 在我猜测是这样的 在那个进化的 及早阶段 这四种一批分子的增加的 这四种一批分子水平增加 并不是要促使我们体温增加 这四种一批分子 最直接的功能 你看我们病毒寄生虫 和这些感染了 刺激这些分泌 这四种一批分子 这四种一批分子 你看它能够直接 要么是干扰那个病毒 复制药 而且这四种一批分子 能够交叉地 刺激更多的免疫细胞 激活和增殖 实际上 从进化的角度来说 这些发热激活物 侵入体内 导致我们一批分子的增加 最终并不是引起发热 而是这种四种一批分子 是促进免疫系统的激活 来侵入这些发热激活物 对不对 那么到最后这四种 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可以这么想一下 发热 只是这一批分子 在帮助体内清除这些病毒 迄今的一种互产物 不知道这样说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问题在意 为什么会存在发热 为什么会发热 如果说我们不发热多好 你就是一批分子增加了 你帮助激活更多的免疫细胞 把这些病毒清除了 我好好的 发热多不爽 为什么会存在发热 这位同学 你说说为什么会存在发热 你从任何角度来说 你说为什么我们人体 要存在发热这种现象 发热是好是坏 C呢 是吧 警醒 这位同学 你认为呢 你认为呢 以你看来 高温灭夺 你就是这意思吗 好 这个同学 另一位 你说一个吗 严正反应 啥面细胞的一种反应 你们有没有听清楚 这几个同学在说什么 我给你们付述一下 这位女同学说的 实际上是一种 对我们机体 是一种警示信号 说明你机体处在一种危险 危险当中 对吧 这位男同学说呢 体温身高以后 不利于各种病毒和寄生虫 在我们体内的生存 抑制他们的生存 对不对 大概是这意思 这位同学呢 他同意这位 女同学的 这位女同学 他说的是什么 你再重复一遍 OK 李宜为同学说的是 温度高了 煤活性增加 能够产生更多的东西 大体上都差不多 你们 基本上每个人都说对了 我猜想 为什么会存在 发这种情况 实际上你假定一种情况 假设说你感染了一种 非常严重的寄生虫和病毒 尤其是病毒 致命的病毒 你都不知道 你已经感染了这种病毒 然后你还到处去乱窜 等你发现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完蛋了 在早期的阶段 你感染这种东西 实际上发热 是一种警示信号 对你的生存 是很重要的 这个同学说得很对 那么你想 如果你感染了这种 致命的病毒 体温增加了 实际上是一种 直接的警示 说你发热了 说明你的机体 处在危险当中 这个肯定是对的 那么还有一点 那两位同学说的 就是说 高温有利于机体 对抗 这些感染物 这也对 我们都知道 你无论是寄生虫感染 还是病毒感染也好 我们机体都需要 迅速地把他们清除 这是机体的第一反应 对不对 那么机体 要快时间迅速地 清除这些感染物 就需要在短时间内 动员更多的能量 对不对 那么动员更多的能量 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提高温度 增加霉醋反应 活性 增加我们的代谢力 这是对的 这两点 所以说那个 发热这个东西 实际上有利于我们 就是那个对抗 这个那个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我们就不意外 这几个同学都讲的 基本上讲的点子上 发热 如果没有发热 对我们可能还不见得是好事 对不对 那么治疗的原则 就是说 比如说什么治疗研发病 你到底是 首先你要弄明白 这个发热 首先你是病毒性感染 细菌性感染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因为你们知道 将来你们去医院就看了 如果你是病毒性感冒 病毒性感染 引起的发热 目前没有抗病毒的有效 只能依靠自身的免疫系统 把病毒颗粒清除 但是如果你是 你这个发热 是由于寄生虫 或者是细菌感染引起的 你可以通过打抗生素的方式 很快的就是稍测下去 但是如果说你是病毒感冒 你打抗生素 没有用 还会引起抗生素的耐受 所以你要 如果是 比如说 你是一些花粉 过敏性引起的 或者是那个抗炎抗体 不合物引起的 这些 那么原则上来说 就是对于一般的发热 是不用那个解热的 但是对于 比如说一些那个心脏病患者 那个怀孕的妇女 以及那个儿童 这些是要及时解热的 为什么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为什么心脏病患者 应该控制自己的 本来发热情况 你本来就心功能不全了 发热进一步加强 你的心功能负担 就可能导致你 心功能进一步恶化 对不对 儿童的话 就更要注意这点 就是说那个 就是说因为 它的那个体温调节中枢 调节系统不文贝 很容易引起高温热经绝 一旦高温热经绝以后 会引起的那个 儿童大脑的不可逆损伤 这就很致命 所以说 原理就是这些 就是那个化学药物物理降温 实际上物理降温是最好的 实际上 你看现在儿童发热 一般都是用额头上贴个什么 退热贴 对不对 其实也有成人用的退热 你们每人背两个 保不齐什么时候也用 对不对 这个退热贴很管用的 没有任何副作用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就也是一种那个 就是说那个 那么 最后一点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就这个 总结一下这个发热的机制 就对这节课的内容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大家再看一下这一点 那么 我们要下面要给大家 就是提一点的 就是说 现在你们知道临床上 或者是曾经存在的 或者是现在主流的退热药物 它都作用哪些拔点呢 给大家回顾一下 最早先一个退热药物 叫腾皮质激素 对不对 GC 腾皮质激素 它实际上是一种免疫抑制剂 对不对 它退热的 你这个发热激活 不是激活免疫细胞 产生EP分子吗 对不对 那我就用免疫抑制剂 把你这些免疫细胞 激活的免疫细胞 再抑制回去好了 但是这样种情况下 它虽然能退热 但会严重地抑制 我们的免疫功能 使用不当 还肯定会引起 比如说免疫性疾病 导致免疫功能低下 所以说现在这个 糖皮质激素 已经退出这个市场很多年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 RSP0 刚才已经说了 RSP0是抑制PG2的产生 但是它是通过抑制 Cox1,Cox2 对不对 副作用很大 还有一个 另一个就是 它直接激活PHT的 就是PG2的合成 就是进了一步 现在主流的药物 就是比如说 以前水阳酸钠 这类的类似物 它就是作用于PHT 抑制PHT的 那个中枢发热 接着PG2的产生 所以说这个是那种 一种目前主流的 还有另一种主流的药物 你刚才已经说了 发热过程中 除了PHT的激活 还同时AVP激活 对于我们混结体温 也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说另一类药物 比如说 那个 那个 如水阳酸钠这类的药物 它就是 刺激那个 PHT 那个刺激那个 副体温调节中枢 浮动和中性能够 产生更多的AVP 就是那个加分加速 这种情况下 也能够退热 所以说 这就是那个 目前那个 那个 包括还有一种 还有RSP0 所以说这个 这就是目前 以后谁告诉你说是 现在这种主流的药物 退热药物 到底是作用什么 把点 至少 当然了 这里头有些问题 就是说 这里头有些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现在 我不太清楚 比如说现在各种 就说一些 化学名称和它的药名 这个还没有对应起来 你们好好去查一查 对不对啊 比如说现在 那个广泛应用的 什么 布洛芬 美林之类的 对不对啊 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然后你再到这个 机制上来 一对应一下 这对你们 就是那个设计 就是那个 什么不同的 退热药物 是很重要的 好吧 这就是那个 大家学了这门课 这堂课应该 对这些发热的 前因后果 以及 怎么来对抗发热 以及现在至少 你要是告诉 能够告诉别人 现在的主流退热药物 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而且它通过 什么样的机制 给大家 看最后一张图 一个这个临床上 很麻烦的问题 你们这个班 应该有临床的吧 是吧 有没有啊 谁听说过这个幼儿急诊 这个概念 听说了 幼儿急诊是怎么回事啊 幼儿急诊 它都是这样的 它一般都是在那个 一般来说 出生六个月内的孩子 它都不会 一般情况下 不会生病 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个孩子 六个月的时候 它那个 它从母亲带过来的免疫力 没有消耗殆尽 但是六个月到十二个月的孩子 因为处在一种 交替阶段 就是说从母亲带过来的免疫力 已经消耗完了 自身的免疫系统正在发育 这种情况下呢 孩子往往容易生病 就是很经常会莫名其妙的 孩子就是六到十二个月的儿童 小孩 在莫名其妙的原因下 就是也没招过两眼 为什么突然发烧了 莫名其妙的发烧 而且发得很高 动不动就四十度左右 而且维持好几天 这种情况下很特殊 大家回去好好查一查 幼儿急诊 这个 很多时候 没有临床大夫 尤其是你们以后 学临床的 刚作为助言医 或那个甚至 你们根本弄不清楚 这个幼儿到底 因为你要注意一点 如果是幼儿急诊 你可以明确地告诉这家长 不需要任何治疗 你只要敷点退热药 三到五天内 它就会好 但是如果是 你是感染性的 什么发热 什么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 好好地去查一查 这个幼儿急诊 就是说那个 前因后果 以及它的对抗策略 好吧 这是一些要点 然后这是一些重要的 那个本征相关的 重要的那个 英文单词那个概念 好 我们这节课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